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强华申请去海外援助而且希望越快越好,他无法忍受面对前妻和妻子一起出现在自己家里,跟上想起江斌那个去世的棒球选手,当初测试的预造指数并不高,不知道为什么就自杀了。 敏静给右立发信息说要他做,接送保姆他想起强华临走时说,下次一起去咨询中心敏静反问,不是不要自己担心的吗?强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,啊,他很自责说自己什么都没为爸爸做过,司机的鬼魂在一旁听着也是老泪纵横,右立妈妈想找爸爸手机上的病例,却意外发现了右立爸爸和瑞宇的合照,美东嫂为自己说漏嘴的事情非常自责,打电话给右立要他过去一趟右立说自己饿了, 要去吃东西让美东嫂过来,美东嫂本不打算理会奈何肚子饿的不行只有赴约,右立向高贤珍做了介绍,高贤珍问右立,不是最讨厌迷信的吗?为什么跟美东嫂这么熟?高贤珍又问美东嫂,为什么右立会复活?美东嫂直直无无答不上来,高贤珍出了门让右立和美东嫂先吃东西,她觉得右立是闷得慌才找巫婆的。 美东嫂向右立坦白了自己对她妈妈说漏嘴的事情,右立很生气质问美东嫂,美东嫂建议她跟右立妈妈相认,只要她在49天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能真正复活。 这时,高贤珍在门外听到了对话,回来问右立有没有这件事,右立妈妈把爸爸叫醒,问起合照的事情,她说自己说过不要跟瑞宇接触,因为她现在的妈妈是她认为的妈妈。 右立爸爸不禁说,自己太想瑞宇了,按自己的心意行事又怎么了?右立妈妈终于吐露心声,她非常想念女儿和外孙,心都因为想念而塌陷了。 高贤珍把右立叫到店里问她为什么会死,右立说自己的位置已经没有了,高贤珍让她找回来问她难道不想抚养瑞宇吗? 右立说瑞宇因为自己而生病了,自己只要她不生病就好,高贤珍反问她自己你呢?年纪轻轻,没有触摸到孩子就死了。 多冤枉啊右立大叫,她不是爱着她吗?原来她一直介意强华爱着敏静,而她只要强华不哭就行了,原来右立曾经目睹强华,在自己刚去世后有多伤心,面对红灯也不开走,只是目无表情的流泪。 而自己也因为她这个样子,哭断肠她不愿强华再承受。 这样的痛苦,右立哭倒在高贤珍面前,高贤珍抱住了她安抚说自己知道了,右立妈妈蹬着自行车到处游荡,突然听见了右立的哭声。 这时她路过右立和高贤珍的身边,因为哭声而失神跌下了自行车,她慢慢靠近高贤珍想确认那个哭声的来源,这样就与反应过来而背过脸来的右立面对面了。 2013年右立跟着下了公交的强华,给她发短信让她回头看自己。 两人很甜蜜,右立曾经像一束光一样,点亮了强华的黑暗世界。 这也导致了她去世后,不久强华的自闭,每次都是高贤珍给她做好饭,但她还是连饭都不怎么吃了,右立知道需要有人重新给强华点亮前行的路。 但那个人不可能是自己了,所以自己想到这点时,非常绝望。 强华有天又来到大排档喝酒,敏靖遇到了她,敏靖点了两碗面条,强华本来要撤去一碗,但敏靖说两碗都是自己吃的。 原因是这家给的面的份量比较少,敏靖吃得太急而枪住了强华给她倒酒来缓和。 右立看到强华心中的光亮,好像又被人点燃了不禁为她感到高兴,右立爸爸拿出手机仔细看着手机上和瑞宇的合照。 但想起右立妈妈说的话,想删除剑点去又很舍不得在纠结中,这一幕被妹妹看到她不禁叹气,拿起右立的照片,又开始流泪。 右立妈妈终于撞上了哭泣的右立,右立叫了声妈妈,右立妈妈惊得坐在地上。 半夜强华被电话叫到岳父母家里,她对敏靖谎称是医院有事就赶了过去。 原来右立妈妈被右立复活的事情,刺激地昏过去了跟上说没什么事情,只是呼吸急促了些。 右立妈妈曾在寺庙里烧香和尚说三年过去,右立可以顺理成章地轮回了,右立妈妈仍旧放不下,右立心都感觉被撕裂一样。 她祈祷能再见右立一面,强华感到吩咐好了该做的。 医学治疗准备右立妈妈醒了过来,说自己没事右立妈妈又看到了活着的右立,伸手抚摸她意识到她真的复活了。 右立哭着投入了妈妈的怀抱妈妈抱着她气不成声,右立的爸爸和妹妹也赶到了医院,看到母女相认这一不可思议的一幕。 妹妹也开始流泪爸爸惊得坐在地上。 高贤珍和跟上一起回家路上,高贤珍为右立哭泣不止,只有停下车她害怕右立,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再次死去。 跟上安慰她可以慢慢解决高贤珍知道没时间了,还不如直接解决跟上察觉到不对。 想追问高贤珍但高贤珍只是哭泣不说话,右立给了敏静喝的饮料,敏静故意说自己只喝美式咖啡。 实际上在瑞宇成长的这几年,右立经常待在强华家里对敏静的爱好了如指掌,几个妈妈来学校送孩子,敏静跟她们打了个招呼就走。 她们开始议论,右立只对瑞宇好的事情,还说瑞宇和敏静一样很安静,女性鬼魂在安慰司机的鬼魂,让她不要管会长的鬼魂了。 但司机的鬼魂说多亏了会长,不然自己的女儿不会好起来。 原来司机的女儿曾经被重度烫伤要2000万手术费,才能治疗得好。 司机到处借钱都被拒绝只有背起女儿回家去,但护士通知他们手术费已经有人支付过来,原来是罪应心软的会长支付的。 所以司机一直把会长当成恩人,女鬼也感慨虽然在他们看来,会长一直在欺负司机,但是他们经过长久相处也是有感情的。 跟上把高贤真哭过的事情告诉给了强华,两人都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事情,跟上次派了很久才攒够了20万粉丝,但有个跟他风格相似的男人却一下子追了上来。 跟上很不满拍了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虽然没露脸,跟上问强华又力怎么办应该为又力做点什么,但强华不知道能为他做什么。 强华的车里挂着和闽静瑞宇的合影,跟上为自己的自拍而得意,却被江宾的粉丝们认出而声讨。 又力留着那个鸡蛋舍不得吃,瑞宇还留下了一个鸡蛋是给闽静的,瑞宇跑到闽静跟前,把鸡蛋放入他手中。 闽静询问瑞宇今天是不是累了,因为瑞宇的课程那么多,闽静让又力把书包给自己又力犹豫了一会儿,本想去瑞宇家里驱散鬼魂的。 当他把书包交给闽静打算离去时,闽静邀他去自己家里参观,强华下了车往家里走去,他发现又力也在家里,本来打算逃跑被闽静看见,只有装出一副整理鞋子的样子。 闽静向他介绍了又力强华吱吱吾吾吾的说认识,就回书房去了。 闽静向又力介绍着瑞宇的东西的摆放,强华在另外一边痛不欲生的,感慨又力在这里让他非常烦恼,他想睡上一觉都不成,总是想着不露出什么蛛丝马迹被闽静发掘,又力在家里搜查着的妇灵准备好符址被闽静看到,谎称有苍蝇,但闽静觉得奇怪,因为才二月哪来的苍蝇,强华虽然人在书房却想听到闽静他们的动静,他把门开了想观察一下,这时他的手机响起是跟上的电话强华饿坏了, 发掘了那两个瑞宇化的鸡蛋,闽静和瑞宇送又力出门,闽静说明天送瑞宇去游乐场玩,又力还想让瑞宇待在家一天,闽静发现了又力好像比自己还要喜欢瑞宇,又力为此道歉,但闽静说谢谢他那么喜欢瑞宇,又力想起瑞宇送的礼物,鸡蛋说要回去拿回来,强华在家里一边吃鸡蛋一边跟上聊天,跟上开车停下车窗遭到了鸡蛋袭击,他发现原来是江宾的粉丝来扯皮,粉丝们让跟上下车来谈话, 跟上不肯下车并锁死了车门,粉丝们为他说过江宾本来没事的话而愤怒,没事的人怎么回去看精神科并自杀,大家把手上的鸡蛋扔在车窗上面被高贤珍看到,强华正开心地包着第二个鸡蛋并塞入口中,瑞宇看到不禁开始大哭,免静的一声哥哥脱口而出。